台積電在嘉義科學園區規劃 新建兩座COAX先進封裝廠 附近家旗圍離貴手進駐如火如土開挖 不要第一座COAX廠 六月初進行地址探測時 疑似挖到遺跡 文官局表示由於較為分散 目前已經要求工程先暫停 並啟動相關的文資程序 包含縣刊文資審議會等 在內聽段訪問 那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 已經暫時停止施工 而且我們已經邀請了文化資產的委員 進行現場的勘查 也開了審議會 那委員原則上同意搶救挖掘 後續將會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規定來辦理 由於台積電在南科也有類似的經驗 提出先行新建第二座封裝廠的計畫 並提報建造申請 接下來也會透過施工 動線工序調整等方式來因應 出不評估一場的停工期不會太久 兩座COAX廠完工目標時程 也不會受到太大影響